大家要回想一件事 今 deixar市场还未能保识 TESLA화�antage的生态圈 现在仍未出现的市场价格 或大行比你给目标价 我们当时觉得很古着 大行比你给目标价 和短线丶分析的目标价是点一样的 在1200元附近 但是因为过去一个月 其实Tesla比较明显的消息就是 在传统汽车的分析员 不能说它交负量不行 还要有新厂 会有新货来 就是新减线会越来越多 变成你连传统 不当它是一间科技股的分析员 都要upgrade它了 第二样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 当然现在Hersh的消息 大家觉得好像是时真时假 还没签过 但是这个反而我们是说的 其实我们自己会这样看的 其实当时他签了 我们反而是怕市场会捉住Tesla 说你都做不及了 但是反而他在这个说 还没真的落实 但是又有这些声明的时候 有点最重要就是 你会看到市场的生态圈变了 连租车公司都开始 准备取得这么大量的电动车 这一样东西是明显 它是龙头一定大家会喜欢的 就是从车的角度来看 还有业绩 如果你说业绩有点东西 大家要留意着 他今次说了就是 insurance 这个也是我们两年前已经有说的 其实如果这间公司 开始推行自己的保险 我们不会觉得它不成功 以我在美国以前这么接触车的行业 和车的保险公司的了解 其实它以Tesla的数据化 以它平时的工程面 如何令到车人的受伤 可以再减少一点 其实这些位置 我会说它们一出 会变成cash cow 应该是赚硬的一个位置 如果有人问过我们 我们的base case 觉得如果它这个保险出来 等于它的增长会有多少 我们很保守地说 就是说每辆车 你当它现在赚多少 多两成 保守估计 所以这些就是 现在大家看着它的财务报表 或者看着做功课 会做到的事情 但有一个位置 今次真是公开第一次说了 真是到处都没说过 刚才咪前有说了 大家留心听 是的 因为就算有些人 真的有些人很接近 去看我们上年8月那段影片 因为现在还在网上的8月那段影片 有些人花了两个小时 真的看我们怎样看这个大格局 但有一个位置 其实是我们当时没有放进去的 就是它的姐妹公司 Starlink 其实大家都预计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两年左右会尝试 其实Starlink 就是在太空的一些低轨道 令到大家其实可以有数据网络 其实你将来看上天 就不只是看着星星 你会看到一条条线 其实是它的卫星仔 那这个做法是令到什么呢 就是令到一些人 其实不是每个人收得那么好 就是接收网络 那些人都可以用到一个数据 就是接近3G、4G的速度 应该不到4G 但是用一个3G的速度 可以做无线上网 OK 那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就是Starlink上去之后 究竟会不会令到Tesla的车 可以有一个subscription 就是做数据库 或者数据交流的一个服务 但是其实如果他想到一件事 这个又是 你都知道Tesla的所有的姐妹公司 所有都是说如何破坏 或者叫做改革 在改革的生活 破坏性创新 大家会想一下 究竟会不会他出一个电话 就是当是一个新的电讯商 即是直接打破了传统的电讯商的生意模式 那我们唯一这个位置 究竟可以想到如果真的发生 也很大机会值得发生 因为对他们来说 要投放一点点钱 还要那么多钱的话 将来你去做自己的电话有多难 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到 如果这个电话不是叫Starlink phone 叫做Tesla phone 会不会又多了一个估值层面呢 这个当然是有点幻想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 如果以我们很多时候 去想很多间公司的发展幻想 暂时市面上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分析 Tesla的分析是最有预示性 亦最容易的能见度 可见度 或者感受度 是最高的一间公司 就是你说Facebook跟你说 元宇宙你能感受到吗 但是这些就是我们对它 每一段时间 就是每一个季度 踢远一点 看两三年之后 估值又要再高一点 是的 所以你说究竟 契妈这些价格是否乱闹 其实不算很乱闹的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说 长线看好的东西 不要那个仓没有 是的 就是我们会说 虽然刚才听到 有个家庭观众说 能夹得不够多 是的 我经常都这么说 就算我自己都会的 估计到升时方向少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那个习惯就是吵 因为其实你看到 那个大格局不是说 这间公司多一年就没有故事 真的不用心急 是的 就是还有很多年的故事在走 你还在吃刚才说的 COP26的政策 就是昨天 虽然在花太多时间 说里面很多政策 其实是说电网 相关 迷你电网 这些全部Tesla都认识了 就是认识了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或者我自己的习惯 我仍然 纵使你说这个价格 甚至之后再高一点 我最多都是 每季又买贵了 但是我还是继续存在 这么多的是 感谢观看